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东城祭四线贯通 为管广佛少五个城市 那么方便当然要到韦州玩一下 韦州市区的西湖风景区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5A级风景区 现在买一张车票 坐城祭就可以轻松来到这里 坐广东城祭 由西湖东站私出口落车 由红七木结构的月台出来 不经不觉就来到韦州西湖 感觉很方便 向前行是陈公堤旁边有观光船购票处 可以坐船游览西湖 陈公堤有一条小路可以入到景区 行走在步道上面 两边有仓趣的古树 远处有碧绿的湖水 幽美的湖光山色令人陶醉 感觉时光都变慢了 韦州西湖有大约1600几年历史 一向以陆湖九桥十八景而闻名 景区里面湖博广阔 浮州四起湖水秀美 不怪得连苏东坡都赞赏 行经明星桥 沿着步道右转会到丰湖书院 这里是广东四大书院之一 而步道书院里面 陆直山石错落有字 古色古香的建筑前面 有学者雕像 穿过大门 可以看到落群堂里面 有一排排木质的长形书桌 令人联想到古人售货的场景 在书院博览馆里面 展览了古代文献的旧物件 和书院的发展历史 另外还有互动的夫子像装置 读一读屏幕上的夫子 可以看到夫子的介绍 听一听古人的故事 又或者到虚拟互动课堂 体验书法临母 受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也可以去藏书楼 揭一揭这里的书 受书香四日的气氛 要讲景区里面 最古老的建筑物 一定是士州塔 它的历史可以追索到唐代 走过白色石梯 就可以看到藏身在山林之中的士州塔 红色的塔禅 碧色的塔尊 结构相当端庄秀艇 东坡苑 是一个园林景观的汇聚地 可以看到素色食礼的雕像 以及以造福为主题的雕塑裙等等 没有多远的沽山上面 还有素东坡纪念馆 九曲桥 顾名思义 就是一条分了九段迂回曲折的桥 走在桥上面 有种移步换景的感觉 碧翠洲和九曲桥系互相连接 碧翠洲古树茂城 中间有一棵巨大又古老的榕树 相当壮观 旁边还有一个凉艇 可以在这里休息 由西湖出来 到竹屋行行下 这里一条食买行的文创街道 在街头一眼就看到黎记带牌当 菜式选择丰富 我们选择了自磨煎酿豆腐 萝卜钢煲鸡 自然羊排 鸡肉吃起来口感煎乱 萝卜酸脆可口 味道相当不错 在这里吃饰感觉真的很好 到了夜晚 西湖夜景更加令人陶醉 灯光将楼角装饰到金碧辉煌 好似一幅金色的图画 在眼前慢慢退开 怎么看都看不够 来渭州西湖 上湖景 游园林 尝尾食 怎样走都行不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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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